总统大选倒数18天 民众党在蓝白盒破局之后 面临了不少的挑战 虽然柯文哲团队一向都非常擅长空战 不过在路战上是很难跟蓝绿 这两大党相提并论的 所以现在的方式呢 就是要力拼网络直播 希望能够串联线上跟线下的气势 发动年轻人参与 希望重现2014年柯文哲胜选当时的盛况 突破蓝绿假杀 终结总统制 创立联合政府 迈向内阁制 柯文哲的国家治理政见 很非典型 有很多人在问说 这个外科医生来从政 他到底跟过去那种法律人 他有什么不一样 我觉得我们是这样的 我们不是发现问题 不是解释问题 我们是要解决问题 11月23日 军月会后 蓝白正式分手 柯文哲隔日宣布副手 同一时间 国民党下达建科令 兼必亲也 这一个多月 民众党的民调支持度 还不见有太大起色 民众党的柯文哲则在蓝白破局之下 以及副手吴欣赢 吕爆争议 气势受挫 这也使得柯正英 在一连串不利因素之下 重现非典型选战 老实讲 我也不晓得什么叫非典型选战 我只知道我们选战比较不花钱而已 典型选战的定义是什么 要花好几十亿才有办法打选战 老实讲 这样 世界上也没有什么叫非典型的 因为总是一定会越来越改变 所以每次说创新是弱势一方的义务 因为如果你的选举方式跟原来的一样 请问谁会获胜 答案是资源比较多的那一方 所以如果那种传统的造势 买电视广告绑装脚 我们现在就可以打包回家了 这种拼得过国民两党 先不提浮动的民调 在前路还不明朗的阶段 柯正英内部的低气压 可以想象 但沉淀后民众党逐渐回神 力拼总统辩论前稳住声势 选战倒数不到20天 面对粮草不足 民众党在陆军无法与大党匹敌下 仍想方设法突围 以有限资源展开全台造势及街头开讲 在这个资源极度的倾斜的状况之下 必须要尝试走出一条新的路 所以过去我们非常强调空战 因为在空战当中 我们可以充分运用我们有限的资源 另外一个非典型的打法是 过去很少的政治人物会很勇敢的进入校园里面 跟学生对谈 那么柯文哲开始这么做之后 其他两张打也都跟进了 所以我们很重视跟年轻人 年轻族群的沟通 那么第三个点是我们不会 跟很多的金牛一样 杂入过多的资源 因为柯文哲一直认为 过度高昂的选举经费期 就是政治败坏的开始 所以我们一向都是主张 非常节约的方式来打 因此我们用小额募款的方式 那么不会去做大型的这种企业的捐款 这个是选举的一个热战阶段 热战阶段来讲的话 你不只要空战强 你的路战可能要更强 因为路战你一弱的话 就变成了一个 苏朗苏丁这样的一种困境 所以我觉得柯文哲 他现在虽然空战很强 但是就整个大的一个路战 军团作战来讲的话 他其实是没有的 也就是说民众党的一个组织脉络 跟组织的一个系统 是远远无法跟国民党 跟民进党去PK 这个部分来讲的话 是柯文哲最弱的一个地方 也就是说 在路空急发的两党夹杀下 民众党要搬回一城 得使出洪荒之力 只有声量话题 我坦白讲是不够的 毕竟你没有办法把握 这些在网路上面的一个声量 他会转化成为实际的一个选票 这部分来讲的话 对柯文哲是最大最大的一个风险 柯一辈 动算 能否靠非典型选战冲出蓝绿重围 这是对柯文哲 也是对民众党的最大考验 TVBS新闻中的人文化 与台北新北采访报道 国民党的选战策略 就是要打团体战 胡友宜他本身本土蓝的色彩比较重 而副手赵绍康就是负责来凝聚战斗蓝的 而至于党主席朱立伦跟马英九 则是要率领党中央的大军来号召知识蓝 另外再加上王金平跟韩国瑜 两个人呢各自的动员实力 让国民党让整个蓝军集结归队 为蓝白河奔走当见证人 虽然最终还是破局 但前总统马英九这出手 已经为国民党的团结 助下一季强心争 点头出任侯友宜后援会总会长 前立法院长王金平也动起来 不只促成本土蓝大团结 挺锅要脚也被一一回归 选前不到两个月的时间 蓝军拼图一片片完整 也在这场2024选战当中 展现出空前团结气势 透过我们的部分区 透过我们的政党的形象 我们来拉抬这个进种 两位候选人的这个声势 当然同样的我们也希望 透过两位候选人来拉抬 我们党中央的这些部分区 我们的政党票 就我们希望能够彼此分进合集 我们不得不承认民进党 确实很会选举 我们以前对比民进党 我们确实国民党确实 立内部确实不团结 那他们确实是 先讲好派系分赞 或者什么这些东西 之后大家都非常的团结 这回选战不同以往 不只要冲刺超越民进党 还得要面对民众党的拉扯 团结不能只是口号 再也了八年 想要重返执政 国民党从上到下都拼了 选举的一些抬教者的 陆续的加入 我认为是有加强到这一块 包括侯友宜跟王津平 就是本土兰的一个部分 那这个赵绍康部分的话 本身除了战斗兰之外 另外它可以吸引到 知识兰跟经济兰 那韩国瑜根本不用讲了 它本身就是深兰族群 那还有一些韩粉 特定韩粉的一个支持 那马前总统除了说 知识兰经济兰之外 包括这一次 他在这个蓝白整合的过程当中 扮演调和鼎奈的角色 还是会有让一些比较偏蓝 甚至一些这个外省族群 那他们的一个支持 这些通通都加进来了 除了各大头的号召 让气势不同以往 实行的战术也是关键 党部 信办 还有地方 一环扣着一环 除了要端出 针对不同族群的政见 同时主席朱立伦 领兵部分区专业组 透过网络文宣 媒体访问 凸显国民党部分区的特点 总统候选人 侯友宜则是全台跑 同时全力巩固 中南部的选票 副总统候选人赵绍康负责发挥直球对决魅力 前进各校园开奖 帮蓝营最弱的青年票补补血 韩国瑜则是主攻陆战 稳固基本盘 与部分区名单政治组的谢龙介 柯志恩等战将 火力全开全台跑透透 不管是空战 陆战还是组织战 从上到下 所有螺丝都是处理关键 这次有很多个不同的母鸡 除了后遗之外 赵少康也是个母鸡 韩国瑜也是 包含蒋万安 以前的议员或许就是 大家会觉得说 先以经营地方选区为主 然后好好的先顾好地方 先站稳脚步 但这次议员我觉得 大家对于这次选举 比较有比较强的 一个互相帮助感觉 会让这个整个蓝营的基层 会觉得说 有一个很团结的力量 然后让这样重置层层的力量 发展出去 选举不是个人赛 要打的是团体战 力拼2024绿地翻蓝天 国民党想要重返执政 团结第一步 要先走好走稳 体育新闻罗士鹏 陈文岳台北采访报道 在台湾选总统 大概要花多少钱呢 如果我们以过去 政治现金的支出来看 大概4到5亿元左右 不过如果我们 以每一个环节 需要的经费 来加总计算的话 先以办造势活动来说 要搭舞台 准备布置旗帜等等 不包含人事成本 可能一场就要花 500到600万 如果再加上 广告宣传费用的话 估计一场选战 可能要花掉20多亿了 而资源相对比较 缺乏的民众党 他们是透过经营 网络媒体跟社群 持续来创造声量 满场骑海飘扬 民众党支持者 以行动集结力量 一无反共 一场活动动辄 就是百万起跳 相较蓝绿两党 民众党在有限的资源下 该如何以战 民众党总统候选人 柯文哲致辞时 直呼感动 也很酸 没办法向两党发便当 甚至动员游览车 毕竟过去 传统的造势活动 只有烧钱 如果以柯文哲桃源厂 官方粗估1.2万人 光是便当钱就是120万 如果全台湾22个县市 统统走一轮 大概要花1到2亿元 但这还不包含服务处的人事成本开销 甚至水电 我们在选举的造势场合 我们其实也是用非常人力精简 还有资源也非常精简的方式来做 比方说我们的旗帜是重复使用的 其实我们都鼓励支持者们 你一定要把它带回家 不要下次再来拿 这个一来省钱 二来环保 尤其在蓝白盒破局后 不少企业因此收手将捐款撤掉 过去在台北市长选政当中 柯文哲曾用空战取得胜利 这回开设YouTube频道 以及过去既有的IG脸书 目前在声量上都远胜其他两位候选人 就算你有钱要去做这种动员的圈地 然后你也没有足够的这种经济的资源 可以这样子去run 所以在先天来讲 在这种游戏规则底下 本来就是对第三党比较不公平 但以陆战而言 民众党在这场选战当中相对弱势 像是东部南部地区 蓝绿两党周末都可以到当地 号召数千人参加 柯文哲要强达网路效果 是希望能够锁住年轻人 因为目前年轻人跟青壮年人口 使用最多的媒介就是网路 甚至使用的频率比电视还要多 所以你可以看到柯文哲推述像KPTV 所以他把凝聚力加强 加强之后化成投票动机 把他吹上马路 所以你看柯文哲在接下来 选情之业要办在哪里 办在凯道 凯道要继续大型的造势活动 就看这两个礼拜 能不能把他的网路声量 转换成马路流量 如果你收了很多的钱 你未来这笔钱就是要还的 可是当然人民给你的钱 给你的托付你也必须要还 所以其实我们仰赖的是 每一笔的小额捐款 那小额捐款的部分 有可以直接捐款的 也可以透过我们的小物 然后来直接斗内我们 过去柯文哲曾提到 如果选总统花费20亿元是基本 这个国家永远会继续成沦 虽然政治现金法 规范各政党或者是政治团体 需要开设政治现金专户 已经有不少限制 但从上一届总统大选 竞选可以看到 所收入的政治现金来看 蔡英文总支出达到 5亿8889万元 韩国瑜总支出达到 4亿2617万元 宋楚瑜则是支出 6187万元 而中选会也规定 2024总统大选 竞选经费上限为4.27亿元 如果透过政治现金法 我必须把我的状况公布出来 公布出来的时候 如果得到太多的这种 这种申报 就是在这个时候 申报可能会蛮难看的 所以有些人 他大概就是直接拿到现金 但实际上他的花费 一定比我们想象的多 而且多更多 也许传统的撒钱选举方式 有天会改变 毕竟里头可能暗藏各种利益纠葛 一场选战 究竟是否该用金钱所堆砌出来 还是回归到候选人的政见本身 整个社会对政治文化的期许 本来就有着不同标准 TVVN新闻 何江西丹子台报道 台湾人的资产配置 似乎是对房地产情有独钟 过去十年来 国人的房贷金额 就增加了4.3兆元 而我们以购置住宅的贷款余额 来看的话 今年第二季跟第三季 都是双双突破10兆的 而各个县市当中 成长最多的就是新竹县了 这房贷云额一口气多了 1.27倍 这边的单品的价格 相对友善之外 其实这个合景也觉得说 在这个价格能够买到这个合景 是CP值相对较高的一个选择 一年前在中和重化区 买下这间两房一厅 当初梁先生在新店中永和范围 看房将近两年时间 最终选择下手 价格是最重要关键 过去两年其实房价涨得太快了 那一些比较喜欢的重化区 像是阳北重化区 其实它的涨幅太高 有个比较喜欢的案子 我有去特别问他说那我就稍微提高 我说那如果我现在到65单品 有没有机会 然后那个业务他是说 就是现在都已经开到70了 那有点难以置信 就是有点太扯了 对然后所以才决定放弃央北这个区域 被房价涨幅吓到 因而更增加买房意愿 宽限期内每个月3万房贷 还算能够应付 但期限过后随之而来 每个月6万房贷 梁先生坦言压力不小 宽限期之后 它就会变成大概占我收入的一半 然后到时候可能就会有比较 会需要赚更多 或者是会去想一下解决方案 到时候就会比较有压力一点 通货膨胀然后薪水 可能又不见得有涨的情况下 我其实我一直都是觉得 买房会是个比较保险的一个方式 虽然肩上负担重 但他认为买房还是较有保障 其实不动产仍然是许多家庭 最高价的资产 光是从房贷金额 就能看出些许端倪 根据内政部不动产资讯平台的资料显示 购置住宅的贷款余额 在今年的第二季还有第三季 双双都突破了10兆元 而且跟2013年相比 10年之间房贷的金额 就增加了4.3兆 虽然说政府一直在打炒房 但是就国人既有的这个观念 以及概念来讲 通常他资产准备到一定程度的话 他一定会买房 因为有几个观念 第一个就是有土私有财的这种既有观念 那再来的话 是我们长期看的这个购物经验都可以发现 不动产对于抗通膨的这样子的一个效果 还是优于其他的资产 其中双北市变化趋势明显 新北市与台北市2013年第三季房贷余额都为近1.5兆 不过十年过去新北市增加到2.4兆 但台北市只增加到近1.9兆 分析北市房价相对高 屋林老旧新增的供给量少的情况之下 不少人选择网蛋白驱走 选择更多价格相对也较能接受 大台北它已经成为一个生活圈 那台北市购物人会面临一个问题 就是房价比较贵 那另外一个就是房子比较老 新北它有很多重化区 而且它的总价带分布很广 它可能单价从二字头到七字头的这种产品都有 那其实购物人就会沿着捷运往外找 等于说是大台北生活圈 购物圈有一个比较明显外移的状况 十年之间住宅贷款余额成长超过一倍的 还有台中市 今年第三季已经成长到1.4兆元 不过全台涨幅最大的是新竹县 虽然市场规模不如六都 但十年以来成长幅度高达百分之一百二十七 这数字超越六都 反观在六都之中 唯一房贷余额不到一兆的是台南市 六都里面交易量最少的就是台南 那台南它可能本身的一个就业机会 没有办法吸引那么多的一个外来族群 那后来其实有一些南科的崛起之后 有带来一些新的需求 不过因为它整体的市场交易规模来讲 在六都里面还是相对是最小的 从房贷余来看 仍有不少人想摆脱租屋足 想要拥有自己的一间房 但房价仍处于高档期 买房年龄越来越往后延 打房政策不能再是口号 别再让多数年轻族群 觉得买房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本新闻连志周宣还没报道 桃源机场的第三航廈 目前正在兴建当中 预计2026年会完工 不过这几年受到之前新冠疫情的影响 导致营建的物价是上涨 而且建筑原料跟人力是双双短缺的 所以本来核定需要的经费 大概是956亿 但现在要再往上加 要加300多亿 总经费可能会来到1300亿 桃源国际机场第三航廈 新建工厂经费 原先核定956亿元 桃机公司初步估算 未来可能增加300多亿元 总经费控制在1300亿元内 主要关键 营建成本原物料上扬 再加上缺工问题严重 人力成本增加 基本上这几年的 供料双长的情况 源自于两个 第一就是可能是乌尔战争的相关影响 造成全球性的原物料上涨 再来就是COVID-19相关影响 还有就是台湾本土很多的厂商 回来台湾建厂 那就会造成员工的建筑工人的一个争夺 商行下这个工程其实拖延太久了 在我们之前的物价 跟现在物价当然是没有办法比较的 再来就是这十年当中里面 包括钢筋水泥原物料的价格 乃至于像现在的土地的价格 已经翻涨了好几倍 那这样的一个成本一定都反映到现在 根据行政院主计处公布台湾 营造工程物价指数 2007年4月74.95 到了2023年4月来到最高点109.6 虽然后来有小幅回档 但依旧是相对高点 关键在于全球原物料上涨与通膨 基本上工程会受到营造物价指数的影响 以台湾为例我们从2017年开始到2023年的第一季为止 整个逐月的营造工程物价指数都是为服上扬的 而且每一个月的叠加 那造成我们桃源机场三行下 当时编列的预算显然是不足 所以需要再追加这部分 因为这个供料双涨的情况所增加的预算 那当然了 这个一开始 公共工程在编列预算的时候 都会考虑当时的营造工程物价 以及未来几年可能的物价波动 桃源机场第三行下 是台湾十大建设后最大单一量体公共工程 预进2026年就能完工 根据了解 截至2023年12月 施工进度为26.535% 我们可以观察到 其实这几年下来的话 特别是公共工程的问题 因为公共工程本身还有招标 然后另外还有所谓的一些 时程上面的一些规划 所以特别容易发生 所谓时程延宕的问题 那在这几年来说的话 因为供料标档数非常的快 有很多的公共工程 他当初是采取所谓的最低标的 最低价的决标 那很多的业者他都已经不敷成本 那这也会直接造成业者在 所谓的承包一些 所谓重大工程建设上面 意愿的低落 所以确实也是因为这些原因 像桃园国际机场 T3他们接下来 他们在当初招标的时候 也会有一定程度的压力 第三航下主体结构 采大跨距设计 采用16只高19公尺 每只重200公顿的巨柱 支撑起面积达10万平方公尺的 双曲面波浪型屋顶 目前已吊装完成 6只巨柱 这种营建的成本 它增加之后它就回不去了 那这么增加的这一大块的成本 其实就是全民在 所有的纳税人 用他纳税钱去做买单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 事实上不只是 桃园国际机场的T3航向 那接下来包括了很多的 地方政府 他可能会有所谓的 重大建设的施工 我觉得政府 如果针对重大的工程 其实可以用特别预算 赶快新建 赶快完成 对民众来讲 或者是对政府来讲 都是一种很快速的解决方案 桃园机场公司表示 近年因营建工程物价持续上涨 将对物价波动 人力成本及工程推动等面向 进行通盘检讨 推估后续至完工时 所需修正金额后 再寻程序承报 TVBS新闻 陈寅人 焦汉文 张震安 陈如环 蒋志伟 台北采访报道 贵青科爱农作物的 麦热病和稻热病 这几年在全球是快速的传播 而在极端气候的威胁下 更可能会导致粮食危机 不过台湾这几年开始 是利用分子浮育水稻育种 也降低了这种疾病的风险 我们有一些监测的地方 像屏东万丹 还有屏东坎顶 高雄美农 这些地方 那我们去采这个 盗热病的 病业的样品 那像这边有一些 这个样品比较久 但是还可以看到 这边有一些盗热病的 一些典型的病斑 每包样品上都会注明 田地的GPS定位 采样时间 品种资讯 这是台大教授 沈伟强的研究团队 在上半年三月底时 做的采样 采样回来后 将病斑上面的包子 压在固体培养机 在显微镜下 用玻璃针 将单一包子分离出来 培养醇系的倒热病菌 那我们把培养的菌 要反复做一个培养保存 然后还要 后续要抽它的DNA 来做基因型的分析 之后再接种到 不同的水稻品种上 观察病原性 看看对哪些水稻品种 感病 对哪些品种 有抗病性 如果我们能有效的去监测 哪一些地方 有什么样的 倒热病菌存在 那我们就推 可以抗那些 倒热病菌的那些品种 在那边种植 然后去做一些 病原菌的监测 或是品种的轮作 避免这个变异的发生 在台湾 倒热病每年都会发生 如果在抽税期感染 会影响到收成 相当棘手 不过因为台湾水稻品种多 加上长久的监测通报系统 很少有大规模感染 这个就是台南11号 这个是目前台湾栽培面积 几乎大概就是一半的品种 对 然后它会大家很喜欢 就是因为它 如果吃高氮肥的话 它的产量可以增加的很快 但是它的问题就是 它一开始推出来的时候 是抗病的 但是它没过几年之后 因为大面积栽众 然后倒热病菌很容易演化 台湾对抗倒热病很有经验 不过倒热病菌演化快速 就像是人类跟病原菌之间 还有植物跟病原菌之间的 一个竞赛 台大教授钟佳林的研究团队 和农改厂合作 推动用分子辅助水稻抗病育种 主要改良厂 它们就是负责在田间的一些杂交 或是自交栽培 然后生产种子 但是它在每一代的筛选的过程 我们就会用一些 分子生物学的方式 那主要的方式呢 就是我们已经很明确的知道 哪一个基因是调控抗性的 所以当我们把国外的种源 引进的时候 然后我们又很明了说 它带有什么抗病基因的话 我们就可以针对那个基因 去设计一些检测的方式 导入抗病基因 就能降低倒热病风险 而倒热病是透过微小的包子 沉测风传播到数公尺远 扩散很快 而同样属于真菌病害的麦热病 在国外十几年间 传播了1.5万多公里 从巴西到阿根廷 再到尚比亚和孟加拉 接上来可能将侵袭印度 印度是全球第二大小麦生产国 就怕麦热病会侵蚀世界的粮仓 这个麦热病是一个新兴的病害 所以对于什么样的小麦 抗这个病可能之前 没有累积一些资讯 所以在那些地方大面积种植单一的小麦的品种 然后当地的环境又很适合这个麦热病菌的繁殖 那它一下就扩展到整个地方 那除了用抗病的小麦品种是一个方式以外 那另外可能就是使用杀菌剂 那杀菌剂可能的使用上面可能也要注意抗药性的问题 因为可能目前有效 但是病原菌发生变异的话 它可能对这个杀菌剂可能三年后就发生抗性了 除了要严密监控清洗作物的病害 其实在全球暖化下 极端气候的出现 强降雨 旱灾等等 会导致人类的粮食危机 气候变迁导致粮食产能下降 这是全世界要一起面对和承担 得及早预防 TVBS新闻罗氏鹏王一杰特不到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